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研讨会 昨天在海口召开 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海南省委决定成立 海南自贸港立法咨询委员会的初衷意图 推动委员会建立顺畅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 确保立法咨询委员会各项工作高效有序的运行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如期实现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 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 会议指出 此次研讨会是海南自贸港立法咨询委员会 成立后的首次活动 希望委员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自觉加强调研 不断深化对自贸港立法的思考研究 为加快构建海南自贸港法律法规体系 踊跃贡献智慧 省人大各专委 工委 办公厅 要尽心竭力为各位委员 开展立法咨询工作提供服务 许骏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希沁 胡光辉分别主持两场研讨会 康耀宏 林北川 陆志远 关静平参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